今天我们做的欧包有什么不一样呢 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外表 十分不效量 我们把它搬开 内部组织细腻均匀 加了很多蔓越莓奶酥 咬一口你能体会到奶香中夹着这蔓越莓的酸味 用来当做早餐 是非常好的 做法也特别简单 现在我们来做欧包面团 我们加高筋面粉220克 蛋液30克 淡奶油30克 白砂糖30克 酵母3克 然后牛奶我们要顺一点 我们把它放到厨师机上面 我们这个牛奶是根据面粉的吸水量来加 我们稍微打到可以拉出一片 用磨 然后我们就可以加黄油18克 然后盐2克 然后继续激素 我们慢慢拉出磨 然后它没有那么起劲 然后我们就可以拿出来醒发它 我们拿起来放在碗里 我们封上保鲜膜 开发酵功能或者涮上效果35度 趁面团醒发时 我们来做麦芽奶奶酥馅 我们先将20克白砂糖加到40克黄油里 然后打开呢 我们将10克蛋液分两次加入 第一次搅拌均匀后 我们加第二次 蛋液打均匀后 我们一次性加入50克的奶粉 搅拌均匀 拌至差不多的时候 一会儿我们加入40克的蔓越莓 我们把它搅拌均匀 我们蔓越莓奶酥膳准备好后 盖上保鲜膜放进冷藏 把它拿起来 我们拍起来排气一定要排好 不然的话它会有很多大气泡 排好气泡 然后分成6份 一个70克 我们将它团成圆 把它擀均匀 然后我们翻过来 我们将我们先冷藏好的馅料 加进去 我们可以做一个三角形 也可以直接做一个圆形 好吗 反正好吗 也好吗 在手上 在手盘上 好吗 好吗 我们全部整形好后 我们发酵 面团发好后 我们预热烤箱放下火175度 然后我们来淑饼面团 我们先让上面撒一层低筋面粉 然后我们用了把锋利的刀在上面画自己喜欢的花纹 如果没有像这样小的朋友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叉子 像刚刚这样的徐徐 看 也是花纹很漂亮的 我们放进烤箱 然后设置20分钟 我们的欧包就烤好了 今天的鳗鱼美奶酥软熬包就做好了 还有什么问题的朋友们可以资讯我哟